嗨嗨 我是Josh 9月24 統一跟樂天的比賽 雙方站到10局下半 樂天一任出局三類有人 看來是一個很有機會跟統一說再見的局面 打擊的宋家祥面對投手高雲降速 雙方的球速占到了兩好兩壞 這時候現場的雨勢變大了一些 統一是總教的林月平 有出來跟祖神示意天氣的問題 而祖神也在這個時候把比賽喊停 場上蓋上了大帆布 通常啦 在我們印象中 不管瞬間雨下的有多大 你應該至少要讓宋家祥打完這個打擊 都兩好兩壞了 而且是不用安打就能決定勝負的局面 可能高雲降速下一顆球比賽就結束了 我們知道雨很大 可是這個打擊都進行到一半了 你起碼讓它進行完吧 不然這麼緊張的局面 等一下就算場地整理好了 也許半個小時之後重新開打 那個重新對決的感覺超怪的 因為是從打擊的一半開始打 然後可能大家弄了那麼久 回來之後一顆球就結束了 那更不用說像這次的這個狀況 喊停了之後還是繼續下 結果樂天在一個超級有力的情況下 被判決平手 對他們來講超虧的啊 當然雨什麼時候下下來 我們不能控制 這帶有一點運氣成分 可是就我們的過往經驗 即便沒辦法讓樂天打完整個失局下 至少讓宋家祥打完這個打擊再喊暫停 那就算宋家祥出局了 接下來樂天還有一個 兩出局3A有人的進攻機會 這個時候因為雨勢太大喊停的話 我想雙方也能接受 那就真的下很大嘛 至少讓你打完宋家祥這一棒了 樂天也會甘願一點 我覺得這次主審喊暫停的時間不太理想 這會引起爭議 那我們來看規則 在中華之邦的規則輔述有寫到 從影片中我們可以看到 在喊停之前 主審跟雷審是沒有近距離的溝通的 但是我就不確定他們有沒有用眼神溝通之類的 或是說裁判之間的默契 會不會是這種情況就讓主審決定 這些沒有問過裁判我就不知道了 只是當下的局面 我們是看到主審猶豫了一下 然後就喊停了 喊停之後等待30分鐘還是下大雨 就可以宣布終止比賽 那如果好像可以打 整體場地到一半又下雨了 那就可以再等30分鐘 不過這次如果主審會同場物評估之後 覺得整體場地需要一個小時以上 那主審可以宣布終止比賽 今天這場只有就是依照這條規則終止的 那後面還有一個第一條寫到 如果遇到難判斷或特殊狀況 盡可能依主場球隊及聯盟主管裁量決定之 這條感覺就有一點操作空間 如果樂天堅持要打完送下翔頓的打席 以這條跟主審吵不知道有沒有用 不過通常的情況是 主審一喊停 球員馬上就跑下來了 然後工作人員就開始鋪大帆布 那天就算要爭好像也沒太多機會 不過呢 如果主審沒有喊停的話 就看高原降速跟統一教練團聰不聰明呢 如果他們夠聰明 然後想要搞的話 有的是方法可以搞 他們可以拖時間 當然現在是有投球時鐘的限制 高原降速沒有辦法無限時的拖時間 同時呢 對於牽制次數也有限 每個打擊最多只能退版三次 沒辦法無限制的一直牽制 但是光這些就有很多的操作空間了 在下大雨的情況下 對守方一定相對不利 投手控球難度提升 防守球員面臨的滾地彈跳會跟平時不同 傳球也容易滑掉 接高飛球也有可能被大雨影響事件 反觀對於攻擊方 頂多就是打者看球的事件受一點影響 然後棒子可能比平常滑一點 拖手的跑速又可能因為場地含水量提升而變慢 但是跟防守方相比之下 攻擊方還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統一如果非常在這場比賽的勝利 可以技術性的去拖延一點時間 我先講喔 我接下來要說的是故意要搞的狀況 平常可能不太會出現啊 只是在規則裡是允許的 高原降速可以在允許的次數內故意退版 避免在雨最大的時候投球 這樣能拖延一點時間 那如果雨變小了 它會比較好投 雨變大了 那就更有機會引雨暫停 除了退版之外 這場比賽前面我沒有看啊 我不知道統一還有沒有挑戰次數 如果還有的話 高原降速其中的一次退版 可以對三壘跑者做個牽制 然後統一這邊就摳挑戰 挑戰這個牽制有沒有抓到 差超遠都沒有關係 反正這個挑戰是為了拖時間而摳的 這是屬於可以挑戰的項目啊 那場上最資深的裁判 還是可以跑進小房間裡面參與審試 光這跑進跑出 至少也花個兩分鐘吧 然後這些招都用完了 雨還是在下 裁判也沒有要擺比賽很停怎麼辦 擺明就是要硬倒完宋家翔這個棒次怎麼辦 高原降速也不一定要跟宋家翔對決啊 當下的球速是兩好兩壞 投手也不是絕對優勢 他可以投兩個壞球把宋家翔保送 甚至可以投第一個壞球的時候 就跟裁判反應 哇這個雨勢太大 讓走走球不好踩 可能需要補個土之類的 不然這樣的勉強投球 超容易受傷的耶 如果場位有傷害整理 整練完了之後 一定會讓高原降速試投嘛 這個時候他再不小心出現離譜的爆頭 讓祝神覺得比賽進行不下去 就有更高的機會把比賽喊停 因為祝神也不能勉強球員 在容易受傷的局面下 硬是要把比賽打完嘛 等這些招都用完一輪了 也拖了好些時間了 如果雨勢持續下的話 內紅土區應該已經出現明顯積水 高原降速也把宋家翔保送上去了 現在要進入一個新的打者 場上又已經有明顯積水 雨勢也沒有變小 祝神這時候就更有機會把比賽喊停了 我知道樂天如果這時候不能打 一定還是會覺得很虧啊 但是怎麼辦 被拖了這些時間 場地就積水給你看了 要怎麼硬打 那如果在拖延時間的情況下雨勢變小 比賽能打 對童力也很OK啊 雨小一點投球也比較好投球啊 好啦 以上呢 都是我覺得不太會發生的狀況 我只是為了水色片印象這些招式出來 記憶上我覺得球員可能根本沒想那麼多 都最後了 還能打的話就趕快打一打 輸就輸嘛 誰要統一自己上半局沒有得分 只是 如果想要搞事的話 還真的可以搞出不少有的沒的出來 那我們從雙方當下對戰的戰力面來看呢 這面對決的話高原降速也不一定會輸 他今年的防禦率是6.11 非常高 他不是個成績很好的投手 可是他製造揮空的能力 是排名聯盟前段班的 他的三陣百分比 更是全聯盟的前10% 他是一個很有三陣能力的投手 而宋家翔呢 則是一個揮空率極高 被三陣率也極高的打者 這兩下他都排在全聯盟的前10% 高原降速絕對是有機會解決宋家翔 並且把壘上的跑者凍結在三壘的 所以 與其讓我前面想的那一堆拖延時間的招式 如果高原降速覺得 與世對他的投球沒有太大的影響的話 在兩好兩壞的情況下 直接對決宋家翔 也是有機會把局面守下來的 反倒是像我說的 如果用一些招式拖延時間 甚至把宋家翔也保送上去 那最後如果場地整理完還能繼續打 你要在1-3-0有人的情況下面對林莉 林莉是聯盟裡最頂進的打者之一 他的揮空率不高 又具備矯程 想用三陣或雙殺來化解危機的難度都很高 所以說呢 就算像我講的一樣 用各種方式來拖延時間 想要盡可能拗到財電合局 也不一定會拗成功嘛 如果沒拗成功繼續打了 搞不好反而讓局面對統一更不利 不如在還能打的情況下 硬是跟宋家翔拼拼拼看 或是拖延時間的招式用個幾招就好 不要用到把宋家翔也保送 確保自己不用在1-3-0有人的情況下去面對林莉 那太難對付了 好啦 總之今天的影片呢 就跟我在水子上面講的一樣 我的觸發點就只有兩句話 我覺得主審太早把比賽給喊停了 應該至少要讓宋家翔那個打擊結束 就這樣 我講完了 那為什麼我做成一支影片講這麼多呢 就是因為突然被罵了嘛 我就在家作者而已 也突然燒到我身上來 所以說 哎呦 下雪平常蹭的話題不是蹭得很快嗎 那現在樂天吃虧就不做影片哦 哦 那如果樂天得利喵喵吃虧 你還不秒蹭一支 蛤 那個 不是啊 如果稍微注意一下 就會發現我本來就沒有什麼話題都做 很多時候晚上根本沒有看比賽 怎麼做啦 那就算有看比賽 可能也像今天這樣 是有爭議 我可能也有想法 但是大概一兩句話就講完了 那怎麼把它水成一支影片 那今天我真的很努力了哦 請你們說我很棒我很努力了 我把兩句話就講完的內容 硬是水成一個超過3000字的內容 要這樣硬水超難的耶 對不起啦 以後我有想到那樣的影片我再做 如果被罵哪對得利我卻沒做影片 我會乖乖承認我雙標好不好 不要再硬比我水影片了 這支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啊我有水這支我自己都不知道在講什麼的影片 現在都半夜幾點了 啊本來明天要做的嗨報下集 要再多演一天了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